谁来养活中国人 1995年 美国一位作家写了这么一本书 书中反复强调 中国只有全世界7%的耕地 但是要养活22%的人口 未来一定会出现粮食短缺 他们几乎笃定了 中国终有一天会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 后来我们都知道 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给出了强硬的回答 袁隆平将原本水稻平均产产只有300公斤 提升到了如今1000公斤以上 现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都在种植着杂交水稻 其中就包括美国 这米食得到了解决 但是中国也是个面试大国 幸好咱们还有一位不险山漏水的 小麦远远杂交之父 他叫李振生 他帮助祖国实现每年增产1000亿斤的粮食 还将我国小麦的年总产量提高到了1亿吨以上 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生产国 业内将李振生和袁隆平并称为 南辕北里 今天咱们就一起聊一聊 您可能比较陌生的这位小麦守护神 李振生1931年出生 年少丧父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母亲带着他和兄妹五口人 有一顿没一顿 艰难的熬过了山东的饥荒之年 饿是他童年最大的意义 解决饥饿也成了他一生的追求 考大学的时候 山东农学院招生广告上写着 又有饭吃又能上大学 这李振生不做二想 卷起铺盖就往山东农学院去了 因此在这他也遇到了两位粮师 沈寿泉教授和余松烈教授 这两位都对种植小麦有着很深的理解 他们的课让李振生对小麦育种 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 1956年李振生背上行囊 离开了北京的中科院 遗传选种实验馆 他甘任吃苦 奔赴陕西的杨陵 支援大西北 陕西的小麦田一片一片延伸到天边 但是田里耕种的农民却把沮丧写在脸上 因为那年流行小麦调袖病 几乎每一块地里边都被感染了 这病被称作是小麦癌症 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小麦病害 传播速度非常快 病情是难以控制 受害小麦可以减产30%以上 甚至是绝收 根据统计 当年黄河流域的农地 总共损失了100多亿斤的小麦收成 李振生看着很心疼 他知道这个小麦调袖病 其实就是西北老百姓的饥饿病 但是当年 全世界对这个病是束手无策 因为调袖病的病菌变异速度非常快 平均五年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小种 一旦发生病害 世界各国都只能当作是天灾 听天由命 李振生不愿意认这个命 他研究发现 有这么几类野生的牧草 对于这个调袖病的抗性非常惊人 能不能通过人工的手段 把其他牧草的这个抗病基因 融入到小麦里边去呢 你看方向是有了 但问题重重啊 首先 远元杂交本身就很困难 小麦和牧草的这个花粉 连盛开的季节都不一样 另外呢 即便培育出新品种 遗传生育又成了问题 就好像我们知道 马和驴杂交出来了性能很完美的骡子 但是也产生了无法生育的缺点 摆在李传生面前有三座大山 无法杂交 不育 遗传跑偏 如何翻过困难 是否能够翻过困难 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 只能黑灯瞎火 靠着意志 靠着学习慢慢摸索 而农作物生长周期又长 一年的辛苦 也不一定能换来一个准确的答案 李伸生只能选择年复一年的努力 不问归期 同时放大样本 对一千多份小花进行授粉 但即便如此 七年时间过去了 可以说是毫无进展 到了第八个年头 天气十分特殊 小麦成熟之前连续四十多天的阴雨 六月十四号这天 天气突然爆晴 阳光极强 温度懂升 冷热交替下 试验田里一千多份杂交后代 几乎都清干了 李伸生看着八年的心血 要付诸冬流 心里全是苦涩 怀着最后一次希望 检查了全部的试验田 在几乎绝望的时候 发现试验田中 有一株小麦特别不一样 叶子还是金黄色 种子饱满 李伸生喜出旺麦 他知道 这表明着这株幸存者 既抗汗又抗高温 还抗虫汗 这一株就是治疗饥饿病 最后的希望 但是呢 此时李伸生也明白 这才是刚刚开始 要得到稳定遗传 且是一大规模种植的小麦种子 还需要长时间的实验 他继续重复枯燥的日子 日复一日的下试验田 观察筛选 等到最优良的品种 小燕六号被培育出来的时候 已经花了整整25年 李伸生从一个青年小伙子 变成了两病花白的老人家 小燕六号在黄淮流域 一经大面积种植 农村就传出了 要吃面种小燕的民谣 现在它已经是我国 小麦育种的重要亲本 它的延伸品种几十个 累计种植面积超过三亿亩 增产150亿斤以上 但是工程明旧后的李振生 依旧没有离开他的试验田 他开始尝试开展染色体工程研究 仅仅三年时间 他又做出了新品种 戴九六的优良亲本 成为了中国农业科技的伎俩 率领中科院农业问题专家组 攻克一个又一个的粮食问题 纵看李振生的一生 自他出师之后 没有停止过 为中国粮食安全的事业奋斗 即便是2003年 他的妻子因为脑溢血 卧床不气 当时年近七群的老人 仍然医院田地两端跑 还因工作 错过了见妻子的最后一面 2007年 功勋卓越的李振生 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此之前 只有袁隆平以农学家的身份 拿下这个奖 面对他应得的奖项 他十分低调谦虚地说 他不知道该如何 报答国家的恩情 随后他便组织实施 渤海粮仓的进入 如今呢 89岁的李老 还经常去田间看看小麦 看看是否还有什么地方 能为祖国报恩 是否还能为老百姓 多产一些粮食 我是崔磊 关注我 为思考点赞